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疫情它本身是一个催化剂 它是很多原来可能发生 可能不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疫情它又是加速器 它是很多原来过程比较慢的 可能脱钩要很长时间的一件事情 一下就脱钩了 然后它也是一个放大器 使好的更好 坏的更坏 是分裂的更分裂 使团结的更团结 然后呢 我在这段时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在我以前 我是从来不会想到来做的 但是由于疫情的发生 它使得我重新的审视自己的一个 或者说人生的一个意义 那么因为我本身是做量化金融的 我以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的这个硕士 然后后来去美国 马里兰大学 史密斯商学院读的管理金融的博士 然后我的专业本身是应该说是一个应用数学 只不过呢 之前我们是把应用数学的一个模型 把它用在金融领域 我主要是做这个量化金融建模的 那么一直在国内 也在高级金融学院 给他们上这个房地产金融的课 但是这次我突然发现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很多 应用数学的研究的时候 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包括这个疫情 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等会儿我会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怎么建立这个量化金融 和这个疫情的数学模型之间的一个关系 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我本人是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者 所以说我非常喜欢 王国为在人间词画里面提到的 这三句话 这三句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分别来自我们国家宋朝的 三位非常有名的词人 第一个呢是这个艳书的一首词 这首词呢提到的是 他说人生做学问 有三种境界 第一个境界叫做 昨夜西风凋壁树 读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然后第二个境界叫 未一消的人憔悴 一带见宽终不悔 第三个境界呢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蓝山处 当然这三首词分别 是由艳书和这个 和这个星期集 还有刘勇 他们三个人写的 他们原来写这个词的意思 肯定都是讲的是爱情的事 但是王国为把它引申到 就是做学术的一个境界 而且这个境界 其实跟很多古往近来的科学家 也有共同之处 就比如这个阿基米德 他在发现这个福利地利的时候 所谓的这个叫尤里卡时刻 这个尤里卡就是 希腊语我发现了的意思 据说他当时在泡澡 然后泡澡突然发现 他进到这个澡盆子里面 感受到福利 而溢出的这个水就流出去了 所以说感受到 这个排出的水的重量 其实就是水给他的福利 那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出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在整个疫情期间 其实也可以说是慢慢的 从第一个境界 然后呢到第二个境界 然后呢到了第三个境界 我在业余的时候呢 比较喜欢读书 也比较喜欢看那眼 去年我大概总共读了400多本书 然后写了大概有20多篇影评和书评 然后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去年写了很多影评和书评 还没还没发表 或者说太敏感了不好发表 所以说我就把去年写的一些文章 慢慢的把它整理了一下 发在网上 然后这里面其实提到的这些电影 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 比如第一个片子是小丑 那么这个片子是去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片子 甚至我认为是好莱坞 大概近十年来最好的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大家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这个片子带给了一种时代精神 当然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超级英雄电影 但实际上这个片子别的主角不是超级英雄 不是蝙蝠侠 而是蝙蝠侠的对手 就是小丑 那么在影片最后的一个片段 是整个歌坛是陷入一片火海 大家想想去年的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其实没有像到现在的美国 很多地方也陷入了一片火海 所以说这个片子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 就是它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时代的精神 就是说这个充满争议时代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冲突和分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美国工厂 美国工厂是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讲 讲述的是我们国家的服药玻璃到美国的一个袖带 然后在那里呢 振兴了原来美国的一个小镇 然后这个其实是奥巴马 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总统离职之后 然后做了一部纪录片 其实也是给美国人看 为什么中国人的这个制造业能够不断领先 领先世界 而且还可以进入到美国 把美国的这个制造业重新的做活 然后还有一部片子是这个浪漫爱情情景剧 是叫真爱百分百 等会我会讲一讲这个爱情里面的一个数学问题 所以说给大家等会可以留到最后的一个环节来听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非常充满真意的一本书 叫做注定一战 就是中美是否能够避免休息礼的限定 我想这个书如果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还会心怀疑力的话 就是对他提到的这个结论 还心怀疑力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几乎说毫无悬念了 当然我其实并不是非常同意这本书的这个结论 我认为中美是可以避免一战的 当然这个具体的书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他这本书里面提到的16次 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和第二号国家的这个对决 其中12次是以战争方式解决的 那么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 当然有一个例外他没有提到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欧美之间的战争 当然有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 但是这个是一个特殊历史背景 那么还有一本书呢 是简单经济学 这本书其实就引入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如何把一个统计学的模型 我们既可以把它应用在经济里面 也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疫情里面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 我最近就是今年主要在做的一个叫做状态转移举止模型 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流程图 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比较关注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新冠的就是各地的卫健委 他们报道的数字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首先报道的数字是确诊人数 但是同时也会报道 密切接触者人数 同时也会报道接受医学观察的人数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应该说绝大多数地方都会报道重症 微重症的人数 但是你把确诊的人数减去重症和微重症的人数 你就能够得到非重症或者叫轻症的人数 而同时呢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个 尤其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这个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每天新增的死亡人数 和这个新增的这个康复人数 同时还有这个解除医学观察的人数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张图能够概括到 所有的新冠疫情里面的每一个病人 或者每一个密切接触者 他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在这个治疗期间 就是在这个重症非重症和微重之间 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所以说这种模型呢 我们把它叫做状态转移模型 那么我们一般会用一个 一个现印代术里面的一个矩阵方程来描述 所以说叫状态转移矩阵模型 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图之后 再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一个消费贷款 可以是一个房贷 可以是一个车贷 可以是一个信用卡 那么这个贷款在发放的时候呢 它一般的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贷款 就是没有人会 第一笔贷款就不付钱 但是贷款一旦发放了之后呢 它就有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比如这个收入减少 比如这个家庭的负担 债务负担增加 那么它有可能就会产生逾期 我们管它叫做就是 如果只有一次或者两次的逾期呢 我们叫做轻微逾期 如果出现了连续三次以上的逾期呢 我们叫做严重逾期 所以说轻微逾期是可以转化成严重逾期的 而严重逾期呢 如果它得不到改善的话 那么这个就有可能 贷款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违约的状态 那么这个违约的贷款呢 它就不能再回复到之前的正常贷款的状态 但如果是一个严重逾期 它如果还上了钱 比如又找到了工作 又增下了收入 它是可以再回到轻微逾期 或者是回到正常贷款的状态的 所以说呢 一个正常的贷款 它是有可能变成一个有问题的贷款 就像一个正常的人 有可能因为感染了病毒 而变成一个感染者一样 而感染病毒的人呢 也有可能 由于他的自身免疫力比较强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一个轻度的 或者说是一个轻症的患者 同时如果你的这个偿付能力比较强 那你也可能是一个轻微逾期 而且很快就能修复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量化金融模型 这是消费金融类的模型的时候呢 有很多数学方法 其实是跟医学里面的数学方法 是非常一致的 比如这里面提到的是这个状态转移矩阵 但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模型 其实大家如果 如果如果今后想学医 或者今后想学量化金融 其实学好数学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数学是 应该说是现在的很多的学科之母 学好了数学呢 既可以做这个量化金融 也可以去做这个疫情的预测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个 两个模型做了一个比较 然后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 非常大的这个共同之处 因此我就把这个我们 以前常见的这种消费贷款的一个 信用风险的一个状态转移矩模型 把它直接移植过来 只不过这里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它的周期一般来说是以月为单位 就比如大家每个月都会还自己的房贷车贷 对吧信用卡也是啊 但是现在有的其他的贷款 它的可能周期会比较短有每周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疫情呢 那它的这个周期就特别的短 我们是以天为单位来做这个疫情的预测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只要知道了每天的密切接触的人数 我们知道每天接受医学观察的人数 我们就可以预测第二天的有多少人会确诊 然后根据这个确诊的人数呢 我就可以预测会有多少人是重症 多少人是轻症 这样我们这样它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可以预测 比如要建多少方舱医院 需要多少个床位 需要多少这个定点医院的 因为当时在武汉其实轻症 后来是去这个方舱医院 而这个重症呢 一般是在定点医院 而微重症呢 就是在定点医院的ICU 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未来它如何发展 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们整个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的轻症重症 微重症的这个医疗 会不会有缺口 如果有缺口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在武汉早期的时候 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等会儿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看一看这个 武汉当时我在2月6号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是我们的 第一个版本的模型 当时第一个版本的模型呢 主要是分析 为什么武汉的这个死亡率特别高 大家当时如果去看 就是全国各地 其他地方的死亡率 其实是非常低的 一直都是低于1% 但是湖北省 尤其是武汉市的这个死亡率 是非常的高 它大概是4% 5%左右 然后呢 这个数字就使得我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武汉的死亡率会这么高 因为死亡率高 其实是有可能存在多种原因的 比如这个地方的重症人数特别的多 那么有可能死亡率就会比较高 或者是重症医疗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那么他们死亡率也有可能很高 那么我们需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差异 因为如果你在统计学里面 不能区分这个导致它的这个差异的这个原因 就会往往导致一些非常可笑的结果 就比如在刚才提到的这个简单统计学里面 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每年患肺病死亡的概率特别的多 但是亚利桑那州是一个阳光普照 空气清新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肺病死亡的人数 或者说概率会比较高呢 因为这地方空气好 所以说得了肺病的人都喜欢去那个地方居住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肺病患者 就本来比例就很高 那么肺病死亡的概率自然也高了 但是并不能说住在亚利桑那里得肺病 然后死亡的概率高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当时呢 就主要在分析 就是在湖北省大概是每一个患者 他对应了大概5到7个密切接触者 就实际上他的这个比例是别的 全国其他地方的大概这个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说每一个患者 他对应5到7个密切接触者 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是对应17到22个密切接触者 这其实呢是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呢 因为武汉当时爆发的比较早 所以说大家其实已经自己在隔离中了 所以说你能接触到的人是比较少的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测试和追踪 都能不能做的特别彻底 所以说导致每一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人数 我们追踪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但这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是大概3比1左右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密切接触到确诊的概率 这个在湖北是16%到20%左右 其他地方是5%到6%左右 这个差异也是大概3倍左右 然后我们再看由确诊到重症的这个概率 武汉湖北是17到30% 其他地方是10%到14% 这两者其实基本上是同样的概率的 就是说我们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 就是确诊了之后变成重症 并不是说武汉的重症就比别的地方多特别多 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就是武汉的单日的这个死亡的概率 重症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在当时是平均每天死亡概率是3.5%到4.5% 而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这个概率只有0.2%到0.4% 那么这个这么大的20倍的差异是什么导致的呢 这个大家当然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武汉的 这个医疗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我当时也跟这个两位 这个医学界的这个著名的专家 但是这个张文宏教授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郑君华教授 他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也是上海第一支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领队 而且是全国第一支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领队 当时他是在除夕之夜 大概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收到这个命令的 让他带着135个来自52家医院的医疗人员去增援武汉 而且他们去了立刻就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重症 这个ICU区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郑院长真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没有人知道这个病有多危险 而且当时也不知道有效的防护措施是什么 他们当时的所有的设施也非常的不够 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带着这个队伍就去了 而且我当时后来我问他 我问他说郑院长你其实不是这个 你既不是感染科的 像张主任是感染科的 所以说张主任去的话我觉得情有可言 当然张主任也离不开上海 因为要保护我们上海的这个平安 我当时问郑院长你既不是这个感染科 也不是呼吸科 也不是重症医疗科的 你是这个泌尿科的全国专家 为什么派你去呢 这个郑院长说 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做过军人 然后呢我的这个脾气比较好 所以说我手下这个不管是哪里来的人 大概都能听我的话 所以说他是我们全国的第一支赴湖北 武汉的医疗队的领队 然后呢他在金铛医院也创建了多个第一 第一次开展这个党科的教育 第一次解剖这个尸体 第一次发表这个重症医疗的这个科学论文 我当时就问他 就是你们这边的这个重症的死亡率有多高 他说这个重症死亡率其实非常高 在他们刚去的时候刚到了 45分钟他们80个病人里面就去世了一个 在多的时候一天之内要去世三个人 那么这个比率其实非常高了 大家可以算一算 那么后来这个比率其实降得很快 就这个比率由原来的每天8% 后来降到了大概0.5%左右 其实就跟全国的其他地方是非常一致了 所以说在湖北 他的医疗条件当时并不是那么差 因为郑院长当时跟我说 他说湖北省武汉市有43家三甲医院 而且他的人均病床数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非常好的医疗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挤兑的情况下 还是会导致这个死亡率会有迅速的上升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要做的这个预测就是为了解决 怎么样才能不出现挤兑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死亡率能够降下来 当然我另外一位合作者呢 其实我们我跟郑院长和张主任 我们一起合作了大概四篇论文 现在应该是五篇论文了 主要就是讲这个疫情的这个预测模型的 那么下面看看我们的这个模型效果如何 这个模型是2月9号的时候在财新网上发布的 然后当时是对全 主要是对湖北省的这个疫情做了一个预测 然后这个预测呢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我们对他的峰值的预测 是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场景 分别是非常乐观 谨慎乐观和比较悲观 当时我们认为 谨慎乐观的场景的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么当时谨慎乐观我们又做了两个子场景 那么他的预测分别是这个44,000到55,000 那么最后在2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际的预测峰值数 不是预测峰值数 实际的峰值数是5万左右 所以说就大概在这两个数字之间 误差在2%左右 就如果你用我们中位数来确定的话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微重症的峰值 我们当时预测是在 1900到2500之间 然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峰值数呢 是2492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确认总数 确认总数我们预测在这个 2月底的时候确认总数应该是在6万到7万2之间 那么最后实际上是大概6万7左右 也是大概距于这个中位数误差也是在大概1%到2% 然后我们对这个就是峰值的日期我们也做了一个预测 大家如果记得2月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天天很多 医疗专家都在谈这个拐点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能 才能出现一个让人欣慰的一个一个转折 但是当时并没有很多严格的就是拐点的定义 那从一个数学的角度上 我们认为拐点其实就是说你的输入等于你的输出 基本上就是说你每天新增的确诊 跟你每天的新增的治愈人数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现有确诊的峰值就会出现拐点 我们当时预测是3月1号到3月7号 但实际上发生的比我们预测的还早 是在2月16号就出现了拐点 所以说我们国家其实从2月23号到2月1月23号封城 到2月16号出现拐点 其实时间是非常短的 这个这个张文宏主任也说过 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强力的控制下面 这个疫情是在一两月之内就能够被完全控制住的 然后他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最差的结果就是全球出现大爆发 结果没想到这个就最好的情况和最差情况同时出现了 这说明预测其实还是挺难的 然后我们还对这个重症医疗人数呢 也做了一个预测 就是当时在2月14号财新网上发布的这个叫保护医护人员 最需要的是医学决策 因为当时就是披露了一个非常让人难受的一个新闻 就是总共有大概3000多医护人员 全国在这个救助这个新症新冠患者的过程中受到感染 然后我们当时呢 其实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一个基于科学的 把这个别的地方的这个医疗工作者派去武汉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当时的预测呢 就是说在这个当时政院长给我提供的数字 就是重症的这个人数比例应该是4比1 微重症是4.5比1 那么我们当时预测大概总共需要4万人到4万5000人左右 就是全国援助湖北的医疗资源 那么最后这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在311号的时候 最后这个数字是4万3 你说我们的这个模型其实也能够非常好的预测 这个需要多少这个重症医疗人数 说这个模型它其实跟传统的一些模型不太一样 就传统的我们如果看美国的很多模型 它基本上就两个数字 预测你会有多少人确诊 预测会有多少人死亡 其实这两个数字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如果确诊的90%都是轻症的人 他也不会去挤兑医疗资源 而且死亡人数这个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 你如果救助的比较及时 比较有效的话 死亡人数就会减少 就比如我们在4月3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参加了一个跟美国那边的一个 就是我和郑金华院长和张宏主任 我们同时参加了包括这个新加坡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的一些专家 那时候美国的疫情还非常的轻微 总共干人数还不到20万人 那时候我们就说 对 那时候呢 对20万人对他们已经是很轻微了 因为那时候呢 这个主持人就问我 说白宫现在预测可能会死10万人 你觉得这个数字靠不靠谱 我说其实这个数字 没必要过度于集中看这个数字 因为你如果做得好 你就死不了这么多人 我说大概10万人死亡 你大概得要200万人感染 你才能到这个数字 现在是多少 现在这个数字 大家知道是600万人感染 大概17 8万人 就死亡率确实降下来了 但是死亡人数远远已经超过 当时白宫最 最差的一个预测 实际上就说明了 就是说你把一个传统的一个模型 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很多传染病学模型 是基于一些比较传统的模型 是基于以前的一些 比如流感的一些模型 其实这些模型运用在这个新冠疫情上 它有很大的弱点 那么因为今天不是学书性讲座 我就不跟大家详细的阐述 那么这个右面这张图 其实也非常有名 这张图后来被多个地方媒体引用 这张图实际上的展示的就是 在主要的一些全球的国家 它的每10万人的 这个ICU的病床数有多少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34.7张病床数 我们关键有多少呢 我们是3.6张病床数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多个地方爆发 爆发的规模比我们要大得多 但是它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医疗几队 但是我们只在武汉这一个地方爆发了 我们就出现了医疗几队 因为我们确实在医疗 尤其是危重症的医疗资源上 我们其实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还有这上面提到的其他的国家 包括这个意大利 包括德国 但是我们确实 我不得不佩服 就是说咱们这回抗疫的成功 其实依赖于三个力量 一个是国家的强有力的一个防控措施 就是咱们能够做到全面检测 能够做到密切追踪 能够做到隔离传染源 然后切断传染途径 能够保护疫感人群 这个是张主任教我的 传染病学的三大原理 我记得还挺清楚 但是在别的国家 很多地方就做不到这三点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的医护人员 确实是有点舍生忘死了 还有一点就是 咱们国家的民众确实非常自律 这点大家很明显的就看到 东亚国家总的来看 就简单的说 你戴口罩是个科学问题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吧 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应该戴口罩 对吧 这个至少现在大家 这个今天我看 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都还戴着口罩 因为这是对自己的 对自己负责 也对别人负责 但是在很多别的地方 你很难想象 在医学这么发达 科学这么发达的 今天还有人为这个问题 在征冬不休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 我们 因为我们的重症医疗资源 不够多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 它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控制好 那么别的国家呢 尤其是美国 可能他认为 自己的重症医疗资源 足够的强壮 所以说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控制的确实是非常不好 但是现在依然是控制的 非常不好 其实我跟张宏主任早在三月底 四月初五月份都已经 其实我觉得道理应该大家都懂的 就是能不能做到 确实是一个这个政府 或者说这个执行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后来又把这个模型 做了一个改进 我们把它叫做就是第二代模型 第二代模型呢 我们把它一个我们叫做就是NPI NPI它指的是非医学干预 就是政府的这个封城 或者说停业 或者是这个社交距离 或者是戴口罩 就是这些措施 我们来做了一个回归分析 我们回归分析之后呢 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湖北省跟湖北省外的 这个效率的差异是0.613 这个有没有使大家想到一个神奇的数字 黄金分割 对吧 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这个比率正好是非常接近黄金分割 那么我们后来又做了一个测试 刚才这个数字呢 是这个密切接触者的增长率 就是应该说它的密切接触者的人数的 二级岛数 它的比率是一个黄金分割 那么确诊人数 它的比例呢 不是黄金分割 但是也非常接近 是0.568 那么这个我们就当时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也没想到就是说它能够有这么好的拟合的效果 因为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直线的拟合效果是非常好的 说明这个政府的这个有效性 就是说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有效性是一以贯之的 就至少在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政策的有效性是以通过这一条曲线来拟合的 那么我们当时我们知道在三月初的时候其实世界上有另外三个主要的国家就爆发了 意大利 韩国和伊末 那么我们很自然的想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模型也用到别的国家的预测上去 因为这些国家其实它不披露它的密切接触者人数 所以说我必须得从它的这个新增的确诊人数去预测 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想那如果它能做到像我们国家像上海一样好 那它就能够应该是它最优的一个场景 它如果能做到像湖北一样好 那是它一个次优的场景 如果它做的不那么好 那么下一个那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 下一个就应该是0.618再乘以0.618大概是0.39左右 我们就当时对这个意大利做了一个预测 我们当时看就是说对意大利的这个预测呢 我们一共给了三个场景 三个场景分别是如果它能做的像中国湖北省外一样 如果它能做的像中国湖北省内一样 那么分别是这条蓝色的线和这个红色的线 然后呢还有一条绿色的线 就是说它只能做到湖北省的61.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像这个绿色的线一样 那么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 它真的是就是做的很像这个绿色的这根线 然后绿色的这根线呢 就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峰值 我们的预测是非常准的 只差一天 而且峰值的人数大概只差了1%2%左右 然后整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疫情期间 从3月9号预测到现在已经是过了差不多五个月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着这个绿色的这根这根曲线在走的 所以说明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 它其实是可以我们把它推广到其他的地方去 而且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它跟这个线的拟合程度来判断 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区它控制疫情的能力如何 所以说意大利的这个效率就大概是我国的别的地区的39%左右 是湖北省的62%左右 然后我们同样把这个模型呢 应用到了这个韩国 那韩国这个曲线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它下量的非常快 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湖北省外的场景是非常类似的 说明韩国这个效率确实 当时我们大家看到韩国的效率非常高 直到现在它其实总共的感染人数不到两万人 所以说韩国的这个控制其实是非常好 但是后面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如他们又有这个教会的集会 又有什么夜店的事情 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些反弹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现在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在每天100例以下 那意大利呢现在由于欧盟重新开放了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又有一些反弹 然后我们当时对法国也做了一个预测 这个法国的预测呢 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峰值的日期其实也是非常准的 但峰值的这个数字不是特别准 总的来说法国的数字就比较的奇葩 它经常这个周六和周日它就没有 然后星期一呢就特别多 就很明显它这个整理数字 周末它没上班 所以说它的数字我们就拿到的就是像这种 非常可以看到这数字跳性很高 但实际上我们把它停滑之后 发现这个模型的效果还很好 就是法国的效率基本上跟意大利的效率是一样的 这很正常 他们两个国家挨着嘛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效率 其实是在西欧国家里面最好的 德国大概能够做到我们湖北省的这个效率 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它又出现了一些反弹 那么最让人跌到眼睛的就是美国 这个美国呢 我们当时对它的预测 就是说最差的情况 就是跟意大利做的一模一样的话 它也最多就两百万人 而且这个应该是在 应该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完全消停下来 但是美国你看 就是说在五月份的时候大概下降了 然后到六月份似乎平缓了 但是到七月份因为它重新开放 由于它没有完全控制住疫情的情况下重新开放 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弹 那么这几天其实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出现反弹最大的 现在已经不是美国了 是印度 印度现在昨天大概新增了八万五 超过我们全国的总共的数量 就是这个疫情 其实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 它其实还没有度过第一波的峰值 然后美国的数字 我今天看了一下 大概刚刚超过六百万 说这个数字就是说在美国这个感染 现在美国总共三亿人已经有百分之二的人感染了 而据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疾控中心的主任估计 是他们大概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已经感染了 所以说这个疫情其实是应该说在美国是完全没有得到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想想 如果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搞建设 当然不用担心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同胞 也要从别的国家回来 尤其是大家最近看每天的新增的输入性的病例 其实还是有很多例的 大概都在三十多例左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何才能够最好的去管控 因为我们真的不想说某个地方一出现病例 就把这个地方完全封城 这个对于经济和对于民生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决策知识系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管理科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一个最优化的决策 但是其实这种决策其实很多时候都能用到 比如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到 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到 等会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找对象的时候怎么用呢 这个决策系统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实还是怎么样 在疫情不确定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管控好这个输入的疫情和本地的爆发 那么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早期的预警 就是来看一看全球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对这些地方的这个输入 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管控 同时呢我们对于我们内部的这个 就是爆发初期一个疫情的小爆发 我们就可以一早就可以把它控制下来 那么这些呢其实都需要很多这个预测模型 需要一些这个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NPI 就是非医学干预的有效系模型 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爆发 我们就需要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医疗的救治系统 就包括它的重症危重症的分布 包括方舱医院定点医院 包括ICU病床 这些如何去谋划 如何去以全国集全国之力来支援某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北京爆发疫情 新疆爆发疫情 香港爆发疫情的时候 其实中央政府都派了一些别的地方的医疗队 当然这是不是重任医疗队 主要是检测队伍 去帮助他们做检测 当然如果有的地方出现比较严重的爆发 那我相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一个应对的体系 所以说这个就像张主任说的 其实疫情在全球可能还真的没有过去 但是在中国应该算基本上可以说已经过去 当然我们还得非常的小心 就是在今年的秋冬季 它有可能跟流感季节混合着一起暴露出来 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决策系统 有了很好的这个医疗工作的团队 和有了大家的这种自律的意识 其实我们应对这个应该也是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了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整个后疫情时代 我们各个地区各个商业 比如最近爆发出来了这个供应链 就是从南美进口的这个虾和一些水产品 海鲜市场查出来了有这个病毒 那么这个其实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说我们跟全世界其实还是有联系的 即使他的人不过来 他的东西也有可能过来 那么我们同样的可以用这种类似的模型 对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些人和物 都对他做一个风险的判断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 就是我和张主任 还有另外的两位这个合作的 一个是这个工业链学院 一个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作业管理系的 这个张富强系主任 我们当时做了一套最优化的模型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 当然还包括这个张宏主任的团队 郑敬华主任的团队 还有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 胡建强教授的团队 我们做了一个仿真预测的一个体系 然后就是从输入 比如航班 哪些地方来的航班会风险比较大 那么这些地方来的航班 在目前来看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得被隔离两个星期 然后每个人都要做至少两次合作检验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漏网之余 但是今后如果是来自 比如来自东亚某些控制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有可能我们会放松这个管制 就比如它不一定是集中隔离 可能是一个居家隔离 那时间有可能缩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为了促进这个经济和贸易 但是同时疫情的风险也会增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要对它做一个疫情的预测 而且同时它会有很多 包括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管控措施 怎么样 比如咱们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不用封闭一个城市了 可以只封闭某一个小的区域 就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在一个区域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 它对整个经济的这个影响就要小得多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医学决策和经济恢复的决策 其实这一整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这整个呢 其实我们叫做这个叫做离散事件的一个 不确定性的随机优化的一个决策 然后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第一期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主要就是对传染病的这个风险评级做一个模型 我下面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跟张主任在今年7月17号的时候做的一个讲座 那么这个讲座呢 其实我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最新的数字 是8月29号 全球的这个主要的风险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主要的风险还是集中在美洲地区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东亚还有包括这个大洋洲的地方 基本上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么东亚呢 韩国和这个日本的风险现在有一些反弹 但是总的来看就是包括东南亚包括蒙古 其实做的都还是蛮不错的 美国呢 因为它其实我们根据刚才 它的这个整个疫情新增的人数已经下降下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风险相对来说降低了一些 但是这个印度的风险相对来说又比较高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指数其实就是为了给 包括给这个中国政府和一些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政府 对他们重新开放 因为大家还记着在在7月初的时候 其实欧盟有过考虑就是对中国重新开放 但是咱们当时说这个他们风险还是太高 还是不能过去 我自己回顾一下我走过疫情是怎么走过的 总共写了大概50篇文章 然后做了46长两作 写了五篇学术论文 这边还少了 还写了一本这个书稿 就是传染病学的新数学模型的一个书稿 然后呢发布了这指数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比较喜欢和文艺界的朋友打交道 所以说当时和张主任还有郑院长 我们一起做了一个讲座 叫科学与文艺的线下座谈会 正好引入咱们下面的主题 就是如何走过这一生 当然其实这也不是说这是 尤其是我知道很多就是新的朋友可能 也是刚刚上这个上大学 或者说是江耀上大学 那么其实这个话题还是很宏大一个话题 我也没有想着在我们今天剩下的这个 二十分钟时间之内能把它讲完 我讲讲自己的一些感悟吧 就是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哲学家都 都讨论过 就比如罗素 他的这个文章 大家我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 他的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 我为什么而活着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所谓生命的异议 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话题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避议生命的异议 那么对罗素来说呢 我们相信他是有个非常深思熟虑的考虑的 那么他的这个认为是三点 就是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追求 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怜悯 这里面前面两个问题 我等会儿可以帮大家用数学模型来解决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需要大家自己的去感悟 那么还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海德格尔 他曾经引用过这个一个德国诗人 叫做何德林的一个 何德林的一首诗 叫做人虽然充满牢记 就是你每天要劳作 也有很多疾病 但是依然失忆的吸居在这个大地上 这句话很像咱们前几年非常流行的 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那么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终极追求到底有哪些 我刚认为是科学艺术哲学和宗教 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你能够 人能够不断的去从中获取一些收益 或者说一些感悟 或者说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地方 而且他永远不会过时 或者说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结的那一天 所以说我们 他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终点 所以说他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而对普通的人来说 其实哲学和宗教这个负担还是有点重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年轻的朋友 在特别年轻的时候 不要过多的涉足于这个宗教 因为这个宗教有的时候 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就比较倾向的一些宗教 比如佛教 佛教这个对吧 人生皆苦 这个对刚进大学的同学们来说 应该说人生皆乐才对 所以说过早的涉及这个宗教可能适得其反 我觉得但是科学和艺术这点还是 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这个评论一下的 那么当然了 就是说在进入大学 很多这个学的专业呢 都是这个比如社会科学 比如自然科学 那么呢 这个就面临到我们下面说的 就是这些解决什么问题 那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心理学家 马斯洛他提到 这是人的五个层次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 终极追求基本上是最后一个层次 但是你达到这个最后这个自我实现的需要之前 你得先满足意识住行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叫 生存的需要 安全的需要 那么下一步呢 是这个归属和爱 这个是跟罗素的这个 对爱情的渴望是有一曲同工之处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尊重 但是尊重很多时候来自于你的专业性 来自于你的人格魅力 那么这些情况下呢 其实也是跟你的这个专业性 有相关性的 那么我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学习方法 就是我 我其实每年大概读几百本书 去年是400多本 然后前年是300多本 然后每年呢我会写一些书评 也会写一些建树名单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网上找我的建树名单 那么去年我是推荐了48本书 前年是36本书 因为比较喜欢12的倍数 因为中国人讲究这个12嘛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就是每年其实读这么多书 你想一年400多本书 那你每天就要读一本书 这个阅读量还确实挺大的 有很多朋友就问我 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保证每天读一本书 其实我说你不用读完呢 对吧 就是你读到一篇文章 你不用去认识写上文章的人 因为你吃到鸡蛋 你不一定想去认识这个下蛋的这只鸡 对吧 但实际上你吃鸡呢 还有一个比喻 我觉得用到这个 你在吃到第一口 你觉得鸡蛋味道不怎么样的时候 你不用把它吃完 而且现在确实就是说 跟我们当时求学的时候的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我们当时其实要去读书的这个门槛还挺高的 因为当时收入比较低 然后呢 书当然也不算很贵 但毕竟还是跟收入比还是点贵 那么现在呢 其实总的来看 其实网上有很多资源 大家也能够看到很多书 但是如何在这些书里面去选取最适合你自己的书 我觉得是需要一定的训练和一定的这个经验的 那么我现在的就是读书呢 基本上很少 就是说为了愉悦 纯粹的愉悦而去读书 比如我很少看这个虚构类的小说 那么我在18年的时候呢 我开始把自己以前读过的书系统的整理一遍 那么把它整理成自己的一个叫做知识体系 英剧 这里面Sherlock这个人 他就是说他演的这个福尔摩斯 他有一个叫思维宫殿 我是把它转化为知识宫殿 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城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城堡 它有很多的房间 每个房间里面可能有很多抽屉 这抽屉里面打开了就有很多的内容 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合适的这个抽屉里面 钱上合适的内容 所以说我现在用了一套这个 这个是百度脑图的一个功能 叫做鱼骨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有比如这个叫艺术类的图谱 那么这个艺术类的图谱呢 它这个是鱼头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鱼的骨头 它就有这个支压 但实际上呢 它这个支压还可以再分 因为在这没法实际演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艺术类的角度看 你可以有 因为古典艺术是其他艺术 包括这个建筑 诗歌 绘画 戏曲 音乐 雕塑 舞蹈 那么新的艺术呢 又增加了这个电影广播 电视 那么现在呢 其实又有了这个电子游戏 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或者说这个自媒体 也可以把它称作一种艺术形式 所以说呢 艺术形式是可以分分别类的 然后呢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你需要一个总览 因为艺术它之间 彼此之间是相通的 就比如我们谈这个中国的传统艺术 我们经常会说一幅画画得非常好 我们会怎么样去形容这幅画呢 我们会形容它有如诗歌一样 就是我们在中国对一个艺术的 最好的一个评价 其实就是叫如诗如画 那么其实对音乐 我们中国人也会用这个标准去衡量 那就说明我们中国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核心 其实就是诗歌美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就把它分成了就是这个总论 艺术总论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书 那么关于这个总论的书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叫做东西方的比较 就是其实你看这里面每一个这个鱼骨头 我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分成 比如诗歌可以把它分成 中国的诗歌和世界的诗歌 音乐可以把它分成西方的音乐和中国的音乐 当然戏曲也是可以这么分的 包括绘画也是可以这么分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你如果分门别类的去看这两种不同的地区的艺术 其实是很容易叫做不使庐山真面目 只延伸在紫山中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就是说你只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才会有全世界的接收 但其实还有一句话 你只有走到这个世界 你才真正的了解你自己这个民族 就像我在美国 我待了17年 我在去美国之前 我其实非常喜欢美国的流行歌曲 喜欢美国的流行文化的 然后我在美国待着时间越长 我越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后回国之后 我开始自己也画一些国画 但是画的不是很好 今天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 就是说我们接受的这个文化 跟西方的文化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咱们一想到我们的一个 传承千年的文化 我们自然的会想到诗歌 对吧 诗歌我们从这个诗经开始 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我们的诗歌 跟国外的诗歌 它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国外的最长的诗歌 是什么呢 是河马史诗 河马史诗它是一个故事 而我们的诗歌呢 它是一个抒情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诗歌的故事性 其实是比较弱的 我们的史诗里面 其实比较少 大家可以想想 木兰诗 孔雷东南飞 这些算是这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叙事的诗 但实际上它叙事的后面 也是一个抒情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西方最有名的这些诗歌 其实基本上 尤其是古典的 就是时间比较长的 它都是一个叙事 而且西方最有影响的 这个艺术形式 其实是戏剧 就是西方的 这个艺术形式 比较成熟的 比较早的是戏剧 在古希腊的时候 也有大概 2500年左右的历史 而戏剧讲究什么呢 讲究冲突 这个中国的诗歌 讲究什么呢 讲究天人合一 讲究天然风光 对吧 所以说我们 我们本质上 是一个农业文明的艺术 而西方呢 是一个商业文明 或者说是一个 海洋文明的一个艺术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说你了解了这点 你就会看到 中国的绘画 跟西方的绘画 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就中国的绘画 最好的是山水画 因为我们喜欢 待在山水里面 但是又不能 天天进入山水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 挂一幅山水画 然后呢 寄托了我们自己的这种 这种思绪 或者说一些情感 所以说中国的山水画 要讲究这个画里面 必须可观可居 可有可玩 我这画里面一定要有人 有山水 有山有水 而且还有 有亭台楼阁 而且还有 有小静 然后这里面的人呢 其实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个化身 但是西方的绘画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绘画 其实是非常具有张力的 非常具有这种冲突的 其实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故事 尤其是西方的这个古典绘画 基本上都是表现的圣经故事 或者是古希腊罗马的故事 所以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不光是诗歌本身有差异 那么戏剧 还有绘画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今天不是讲艺术 所以说 而且我也不是专业的 那么我就主要是讲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比较一下 东西方的这个文化的差异 和艺术的差异 其实就能领会到 很多别的方面的差异 就比如 为什么在我们国家 在抗疫期间 我们说 我们要一个人都不能不救 但是为什么在西方 他真的可以说 70岁以上 我就要把你的呼吸器 为什么会这样 就这个真的是 两个文化的差异 就是我们的儒家文化里面 讲究的是什么 讲究老五老 以吉人之老 幼五又 以吉人之幼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亲人 我自己的老年 我自己的父母照顾好 然后我才能够去照顾别的 就是说对我来说 我至亲的人 我必须得好好的照顾他们 但西方的相对来说 就 他叫做 圣经里面 耶稣曾经说过 爱父母 胜过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他其实清净观念 相对来说 比他的宗教的观念 要弱一些 所以说西方的 独立的更早 所以说他们认为 老年人 就是咱们国家的业余 你叫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就是老年人在农业社会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为什么呢 因为老年人见过 种种的黑天油事件 可以告诉你怎么避雷 对吧 水灾 旱灾 疾病 都可以告诉你 但是西方呢 因为他相对的来说 他是一油木社会 或者说贸易社会 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农业 而且他呢 在西方的这个宗教 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关怀 他相对来说 他认为这个 就是说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命运 那么我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里面去 所以说呢 在生命的时候 他可以优先考虑 我要救的神是 那个价值最高的 就是今后能够产生价值的人 我们是没法认同这种观点的 所以说从这点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 我们跟西方交流这么久 他们很难理解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 也很难理解他们 那么下面呢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这里面有好多余谷 这里面包括这个 有社会科学里面有这个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 经济学 当然我本身是学这个经济学里的 这个金融学的 其实他有很多 有很多分支 可以分得非常非常细 比如今年 因为我原来学这个 不是学医学的 但是今年我看的这个医学的书 就特别的多 因为我发现 这个医学确实非常的博大精神 而且呢 它涉及到非常多的 包括这个生物学 甚至包括社会学 因为疾病到底是如何传染的 其实咱们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大家都在测算 这个R0到底是多少 就是R0有说两点几的 有说三点几的 后来有说五点几的 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其实R0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文化里面 它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在意大利 大家见面了 要拥抱 要亲吻 那可能这个R0值 真的就很高 因为据说在意大利 一个密切接触者 他传染了五千个人 那在韩国 在日本 就是日本人为什么 当时也是比较 大家认为比较消极抗议的 他也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爆发 因为日本人确实 剑板刀 都是也不握手 就进攻 然后呢 自己稍微有点不适 就戴个口罩 那你说在这种社会 你的R0肯定跟 这种见面亲吻 拥抱的这个R0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传染病 其实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医学 或者说一个生理医学的问题 它还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所以说在座的每一位 其实就像张主任说的 都是战士 你自己在家里 闷两个星期 把病毒也闷死了 然后呢 那从整个国家来看 咱们也把这个病毒都闷死了 所以说这个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你在每个 每道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学科 它都跟别的学科 是有相互关联关系的 那么这个呢 又引入我们的下一个 这个 这个 我们先谈这个 另外一个题啊 就是我跟这个张主任 曾经在这个 科学艺术的关系里面 我们谈过 就是 就是我问张主任说 就是人生的追求 这个你是如何平衡科学文艺的 或者科学艺术的 张主任回答的非常有意思 他说 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个学科的时候 即使是自然科学 我们其实 都是把它当做一个 匠人 或者说 必须有工匠精神 你必须要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然后呢 你要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你必须要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 能够做到最好 但是你光做到这点还是不够的 你还要能够把它继续的上升 能够把它上升到 我们叫做寂静呼道 的一个水平 就是说你的记忆 其实是有穷尽的 但是道 是无穷尽的 而且道存在于 任何事情之中 就像咱们最早的这个庄子 在他的这个 跑顶解牛里面就说到了 就连一个屠夫 都可以有他自己的道 所以说任何一个学科呢 我觉得我们当然开始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认真专业的 一个匠人精神 但是呢 到了最后 其实还是要把它归于这个 就是上升到一个艺术的层次 刚才这个题呢 我因为跟大家已经说过了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进了大学 要谈恋爱的话呢 应该怎么谈 那么这么有一道数学题 叫做波斯公主选驸马问题 说的是这个波斯公主 招驸马 有100个王子来求婚 假设公主只能见每个王子一面 如果没有选之后呢 王子就离开 以后也不能再选这个王子 如果前面90个 9个人都没有选择 就只能选最后一个人 其实大家 其实这个问题 在生活里面经常碰到 就比如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们找了 比如我在毕业的时候 我找了几份工作 人们肯定有最好的 但是也有可能 还有一个面试的 我觉得更好 但是他还没给我 这个没给我录取通知 那么到底是先拿比较好的 还是等这个最好的 最好的也许不是你的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在美国 它叫做选秘书问题 就是有很多秘书来面试 我怎么选这个秘书 其实原理上都是一样 我们一般来说 根据直觉 应该不会选第一个 因为他的最好的概率 其实是比较小的 就是1% 但是如果已经看了很多人了 那么很有可能 已经错过最好的了 那么只能在剩下的人里面选一个 不那么差的 但是有没有一个最优的解呢 数学可以告诉你是存在一个最优解的 那这个呢 就是先看 K个人 然后呢 都不选 然后在剩下的人里面选 第一个超过这个 K个里面最好的那一个 但是这个呢 也不能保证你选到最好的 这个也只能保证你能够选到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测算一下这个K值是多少 这个K值也很奇妙 这个K值其实也是这个自然对数的底的导数 大概37%左右 也就是说你如果 大学里面你觉得 你能弹10个 你前面三个要pass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数学的假设 就是说这个假设是 你没法去找前面的这个 已经错过人了 但实际上有个数学家 他后来发现 这个问题好像不对啊 我应该理论上讲可以吃回头草的 所以说他后来 他用了这个策略 而且他找到了最好的人 他又回去找那个人了 也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人 所以说告诉大家 其实数学只能告诉你 一个简化的算法 但是不能告诉你生活的全部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快到了 我最后有一首诗送给大家 这首诗也是我5月1号的时候 送给张文宏主任的 这首诗我来念一念 叫做庚子春的毒史有怀 山雨欲来丰满了 回首百年多烦药 毕竟春江朝已去 总有秋疮与维修 一身起门尽如意 万事何惧再从头 浮云偶然能避日 不费长江万古流 然后呢底下是我的引用 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 所以说我写诗的时候 我就把它引用的这个文章 把它附在底下 然后这首诗 其实送给张主任 他很喜欢其中的第二句 叫毕竟春江朝已去 总有秋疮与维修 那么这两句是分别是 画用了春疮花叶叶 和秋疮与维修里面的诗句 那么这两句诗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写的还不错 那个我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 这两句诗其实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就是 我们春天的疫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有可能秋冬季的时候 又来一波 这是最简单的一层含义 那么第二层含义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疫情 虽然已经过去 但是全球的疫情 其实还风雨维修 那么还有一点 我觉得其实刚才听过 这个沈亿老师讲课的 可能都会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国际上 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那么其实我们自己 问心无愧 我们做得很好 就包括我们的所有的 救治数据披露 其实我到目前来看 我们国家的数据披露 真的是全球做得最好的 否则我们的模型 我的模型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是全球 对于湖北的预测 对于意大利的预测 对于很多国家的预测 应该是全球最好的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 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 那么我觉得自己 虽然做得问心无愧 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 看你不顺眼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叫一生其能尽如意啊 这没办法 一生总有不如意的事吧 万事何惧再从头 就是今天的情况 我们跟1979年的时候比 跟40年前比 跟1949年的时候比 跟1937年的时候比 我们今天的情况 比那时候要好很多了 今年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 75周年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日子 我觉得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 应该说不负 没有辜负我们的先辈吧 所以说呢 即使浮云偶然能避日 不费长江万古流 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